歡迎收看《獨海浮沉》 我是司徒甲大 買膽真的好講緣分或者運數 不知最近是否行運在買膽方面 上一集先講完兩隊都非常上勝 都有一些罕有的6SN7 包括Muller的CV-181黑左飯盒雲 另外一隊就是Brimer的黑左CV-1988 兩隊都非常之不錯 各有特色 講完沒多久 竟然給我用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 物色一隊B-65 鐵左B-65是一個傳說級的6SN7 本人從來沒有聽過這對膽 沒有插相機聽過 也沒有在任何朋友的Gear上聽過 最多只不過是隔著 在膽店隔著玻璃櫥窗看著 流口水 因為看到當時的價錢都是高不可攀 但是最近剛才說了 用一個都幾合理的價錢物色那一隊 是本年度 2022年裡面最開心的一件事 當然回到來就馬上衝上去 一插插下去開聲 首先看一看它 其實你看到前面那個標誌 你看到紅色綠色 應該就是Macorny的出品 但其實B-65印Macorny的也有 印GEC的也有 印Oskram的也有 但是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廠去出品 因為後面的粉字 那個Mac這幾間廠的粉字 都是一樣這樣印發的 插了相機聽的時候 其實聲底跟之前說的 黑左CV-181範盒環是幾接近的 但它們的分別在於動態和分析力方面 CV-181會比較溫柔一點 耐聽一點 那些東西聚一點 但是這個鐵左的B-65 動態和分析力是比較多一點 是刺激一點的 都是沒有分到高低 就是看一下大家的取向 不過價錢都相差很遠 就是它的價錢應該再貴過這個CV-181 可能差不多50% 那就看你的取捨 我現在自己都陷入選擇困難症 因為三對膽 沒有分高低 各有特色 CV-1988 圓門正宗 三段很平均 你沒有東西可以挑剔它 CV-181 比較是那種厚暖的聲底 我自己聽女聲 聽爵士是很開心很舒服 坐在這裡可以聽很久 這對鐵左的B-65 那就比起這個CV-181 再給多一點點動態 和分析力 三對膽 我可能試一下夾機 因為最主要是夾機 不是他自己好不好的問題 夾到機 拿到我喜歡的聲音之後 可能我就留一對 或者留兩對其他 可能放出去 然後又要換一些彈藥回來 又再玩一下其他膽 玩膽的過程就是這樣 如果蛋藥資金不緊絕 當然什麼都買回來試 但我這些 省得就省了 又要養家的人 當然是 試完了 然後再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又放出去給其他好的物主 然後我自己再玩一下其他膽 下次如果又找到一些有特色的膽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呢 分享這個 我也覺得傳說級的 非常之好聲的鐵左B-65給大家 本集就完結 多謝收看